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萊姆 歡迎收看神魔的影片 不好意思 今天的影片又是神魔 因為這幾天太多任務了 抱歉 但星期六日應該都是充斥著神魔的影片 但其他東西都是正常的 Utopia Plus都會盡快連載 說回今天的關卡 信念之路 這是什麼場呢? 這個字不懂 不懂 嘟場的禍亂 我們今天打的很明顯 暗隊的節奏就是 一堆人會用他們最喜歡的樂樂隊 或者樂坦隊 非常OP地展過這一關 如果你說沒有暗隊 打這一關難不難 其實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暗隊比較好 而且大部分人都有暗隊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 用暗隊第一天通關 其他隊可不可以呢? 今次我決定 用多些不同的隊 跟大家試試過的 好嗎? 我們看看樂樂樂隊 至於樂樂樂隊 為什麼我會用坦記 我不會用解放樂樂樂隊 我先說一下 第十二關 我自己選擇 壓血做爆發 然後呢 壓血做爆發 基本上 隨便轉 幾個combo都破防了 哈哈 其實因為之後我都不需要開技能 所以我開了沒什麼所謂 你說是不是特意在這一關儲回技能呢? 其實我覺得 看看你CD 我CD本身都夠短 所以我就不需要在這一關特意 花很多時間 儲回很多技能 那我就自然打下去 因為之後幾關都不太需要 用技能 OK 對了 那 為什麼我用 講回為什麼我用坦記呢? 坦記因為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我還沒解放樂樂樂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想了 留回來解放 嗯 火不勾 所以我就沒有解放到龍基 對了 所以 雖然我很喜歡暗隊 但因為暗隊 經常呢 我拍影片都被人嫌棄 欸又是用樂坦隊啊 這樣 那我不敢用了 現在不敢用了 難得這個 什麼什麼信念之路呢 難得一個很 轉不到 哈哈 難得 難得一個好的機會 給我用一下命精言訊 用一下樂樂樂樂樂樂樂 這樣就是非常開心 因為真的很久沒用了 大家都知道 看我的影片已經不敢用了 經常說 欸被你用爛了 吃屎了 我喜歡暗隊 不行 好了 來到這裡雙體共生的關卡 那 兩隻 左邊那隻就是 露娜 右邊那隻就是 加利昂 哈哈 為什麼說他原名出來 那 血量方面 我這邊就沒什麼資訊 不好意思 對 因為我看Rikia Rikia的資料做未更新 大家等一下 Rikia 應該是時候今天做更新 我猜 哈哈 這裡 轉得很差 斜斷 撿敗 撿敗了 撿敗了 那我自己看下去 他們的血量 就不算特別高 但是 對 攻擊力也不是特別強 因為我一直是萬叉血的關係 這裡可以說是心巧輕鬆 可以看到 平均我沒有做爆發 都能夠打到他 都幾多個月 那這個位呢 你要小心 不要被他復活 那這裡我就做個巡邏攻擊 打算直接帶走他 嘩 嘩 還天降多一隻 嘩 嘩 神天降 神天降 那絕對沒問題 直接帶走兩隻 雙體共生 那就算你說 這裡 復活番怎麼辦 其實沒有所謂 哈哈 真的沒有所謂 因爲 但是不知道轉了什麼 轉了一堆 都自己三個級 哈哈 哈哈 因爲心裏面呢 好想做 強化石 那就有點 打亂了節奏 因爲我打傷這些 如果我不開計劃 我一定是五顆五顆的連上去 嘩 瞄了 好險數 拿不對真的不是開玩笑 威力 威力 威力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是用 我爲什麽會覺得 用雙解放落機是好一點呢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 在 這裡留住人 特意沒有做 攻擊的 因爲我想留多一點 強化珠 進下一關 所以這我做了一個鋪牌 我就 沒有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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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想留強化珠 但是爲因為我發過 有個壞習慣呢 那一留完強化珠 我就不太懂轉 不知道爲什麽 你聽到 這你可以不得不少拋部 哈哈 不知道爲什麽 我是那個 好了 那這裏要回一回血 那我就 決定可以用天蝦的技能 那這裡呢 去CD1 但是打我就不算不通的 由於我回復力,各樣都不錯的關係 看看我一下打多少 一下打5600其實就不算很多 對啦,不算很多 那這裡啦,大肩負著小心啦 雖然說5600不是很多,但你也要回的 不是大了,打你不同的 那左邊那兩顆,強化珠,我盡量都不動他 OK,那現在就小心啦 回血,回血,回血 回血和回血 那這裡呢,這一關應該順利用紋 轉完之後就 OK,帶著3顆強化珠進下一關 下一關那個 強化三屬盾就會輕鬆一點 那我打的是火木 那就是我同時要轉火木 才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不好意思 有點CUT 那這裡呢 我第一個回合就是先回一回 因為 太遠了,火和木太遠了 我不能夠連到他們 那在這個回合就 卡火珠 各種人品極差 卡火珠就不幸 哎呀,這裡不小心燒了 哎呀,浪費了兩顆珠 已經沒了珠 好了,這一回合應該可以做出功夫了吧 但也挺遠的 這個珠的分別 看看能不能看到 分析了一段 發覺應該不太好 所以這回合也是製造成魔法珠 我自己打了一些保守 因為很害怕 我覺得很恐怖 我經常覺得30吋很恐怖 很害怕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裡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省技能呢 那這裡省一點 你之後進行保守一點 舒服一點 所以有一個角度處 好了,一下子打下去 其實扣到他大概五分之一左右 對,因為我只有一組暗珠 其實這裡打得萬是應該的 那這裡可以再作出多一下攻擊 轉得不穩 不好意思 轉得很難 很難啊 其實那一下很容易轉 有些有魂 轉得不太好 哈哈 好了,再組一個韓花蛇 天狗 好正啊 哈哈 本來這一下是沒有的 神天狗打正一滴血 天狗 天狗 天狗很微妙 這裡到了 記住要回血 回血進入下一關 就會安全點 因為下一關是 堪稱 這個信念之路 最考你的信念的一關 同時呢 你要做的就是回血 還有你要留暗珠 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暗珠一入下一關 你是非常之難的 對 由於是CD2 對 我們偷了一個CD 打出一個魂技 我沒有木珠 我會這樣 沒有木珠 我會有少奇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要做三明星 我要回血 我要燒木珠 要燒火珠 要燒到強化木珠 是有一點點能力的 OK了 啊啊 回不了血了 回不了血了 為何會臨起錯了 正義你個兒子 好多失誤 打這個我有點緊張 很緊張 來到這個伊燈的關卡 最難的關卡 因為兩秒轉珠 再加上這個 我這裡有失誤了 有失誤了 又失誤了 因為失誤了 我就回不了血了 好差 好緊張 兩秒轉珠 這裡我計過三個COMBO 就夠殺兩隻伊燈 五粒 暗珠 就夠殺到伊燈 所以這裡呢 我就 是剛才說我這樣選擇 那 那 留下暗珠來做爆發 那這個位置呢 我不想太多了 我直接 因為我的 我的主角呢 CD夠短 其實可以在那裡開技 那不要跟他磨吧 是不是 直接開技 不要跟他磨 第一轉 啊 你開技 這個兩秒轉珠 真是 難你不了的 很簡單 轉珠 沒有 因為你有 開技 開技的謀 是不是 哈哈哈哈 OK 搞了COMBO 夠殺了 因為你是落什麼 你是落坦 坦幾 威力很強大 好 第十九回合 都是一個不算好打力的 呃 轟天雷神 所以 但是有危險的就是 千萬 就是 不要 千萬要小心 不要 你轉那一下 你動一下 那一下就 碰到風化珠 不錯 因為我很害怕 應該試過 一動第一顆 就是風化珠 然後就 噢 然後就 噢 扣血 很麻煩 因為你如果 碰到風化珠 應該會扣血 不會 這個不會 這個是普通的 應該不會扣血 但是就停止轉珠 夠危險 夠危險 是不是 那這裡 就 因為我選擇的一關 沒有開技 因為想下一關 保險一點 多點夾下一關 我可以多點選擇 牛仔 正所謂第一次打一顆水 是應該的 那這個不算了 很好技能配搭幾個時候 哈哈 有點省技 對 那這裡就 匯血 匯血 和匯血 那儘量都 嘖 我自己偏向 這裡就慢打 那就 不要理那麼多 暗珠 我就 燒到就燒 但是我儘量就是 製造多點 雜珠和心珠 我可以做法 又要避開那個死人的風化主 也不可以做法 那由於 我和坦幾個關 是回復力都有點保證 那你 雙奧丁 你回復力都不差 所以是OK的幾個關 那它是CD2 所以壓力就很大 所以壓力就很大 比起剛才的二燈關 就沒那麼大 那順手在這裡 你可以儲回 那一下子 帶12600幾 那其實對於很多一隊來說 其實壓力都很大 所以 所以雙奧丁 在這關就是這個原因 雙奧丁就是 用來提供的血量 血量和血量 血量這關來說 是提供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很開心的 你會 打很多時候好像都 很舒服 沒什麼壓力 因為你是有 萬七零的關係 加上去 都非常好 修正了暗隊一個 很差的一個狀況 可以改變 啊 為什麼不轉嗎 啊 不住啊 為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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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轉到 啊不住了 可能有些失誤啊 失誤啊 不要緊要 失誤算什麼 這裡手剩下 YES 但是中間都要轉 真的 本身是否要中間 那兩級都轉 很難的 不好意思 各種緊張 那 之後我 再打一關應該會好一點 通關完之後 那個壓力沒有打 好了 來到懸疑經的關家 我想一下 有什麼分配 這裡是有些 有些 有些害怕的 因為呢 最理想就是 開強怕全城 然後開主角 然後爆死 這個是最靜魯的想法 但其實我現在呢 有個做法就是 可以分兩波 去爆 因為其實我坦基 可以做一波爆發 然後我主角可以做一波爆發 然後我中間的技能是足夠的 這樣打倍 所以呢 我第一ターン呢 就在想怎樣做 那我現在決定呢 第一ターン 就應該是 給他打一下 喊喊血 喊血 喊完血呢 用了奧丁技能 就靠譜很多 好了 剛剛又燒到他的屬性 喊血了 喊完血 這裡就是奧丁 喊完奧丁的那個 本身的技能 越戰越強的技能 不是 那不是越戰越強 但是 是不是越戰越強 總之是 血少一點就強一點 那本身的技能 記得了 Anyway 不重要的就是 有這裡開技能 然後再開主角技能 沒有 對 開天氣神 然後再開絕地逢生的技能 絕地逢生 然後再開主角 那這裡 整下來就看人品的了 人品不好 就 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要看一下我能不能看得到我要的豬 而且我開了主角 沒有辦法知道我需要什麼 因為它是隨機三屬品 哈哈 那我想到開不開樂機的 有點狗結 我選擇沒有開樂機 那我想 因為一會兒可以再多一波爆發 所以我還要開樂機 因為我怕我 錄不到我想要的 重生 好 小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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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暗珠不是特別多 但因為我開了奧丁的關係 我攻擊力十分之間 用到單紙去到 手環 WOO YEAH 通關了 好感動 很久沒試過這些 嘟嘟之路可以通關 因為剛巧我有暗隊 哈哈 平時呢 剛剛上一條路 陰光我最後才通關 挺醜 好 多謝你 YEAH 人面鳥到手 掌聲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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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檢查一下獎位 檢查一下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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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有什麼獎相呢 就是人面鳥 酷 光輝萬年靈魂石 沒用的 怎麼不升光隊 其實現在升光隊差不多 因為下一條路肯定就是 哈哈 肯定就是打呂布 呂布之路 哈哈 太明顯了 呂布之路 下一條是 所以現在升光隊差不多 不要等到下次才來勝 唉 光隊 難道我要解放我的索爾 我的啤酒佬 好了 又拿人面鳥 話說我背包兩隻人面鳥 為了給天蠍 為了打這一關 因為我覺得用天蠍打這一關 好像比較安全 所以我用了兩隻人面鳥 如果那兩隻人面鳥 會回到一隻人面鳥 會回到一隻人面鳥 都挺划算的 好了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好了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 感恩 第一天能夠通關 Thank you 拜拜